郭家麒議員 郭家麒議員 一個不尊重歷史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 所以我們的國家就不斷批判日本 不尊重歷史 沒有承認責任 沒有為二次世界大戰對中國 和很多的亞洲各國的人民的死難作出道歉 亦都相當讚揚德國在戰後面對歷史 向以數二百萬計的猶太人被屠殺 作出最誠懇的道歉 所以我們是很尊重任何國家任何民族 是尊重歷史 面對歷史 但我們的祖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怎樣面對歷史呢 很有趣 今年剛剛是文化大革命的五十週年 大家都知道文革 十年浩劫 因為入面民鬥武鬥 而死亡的人數 非官方的統計計乎五十至二百萬 自殺的人超過二十萬 五十年後的中國 可以對於文革 不僅沒有面對 還要處處打壓、封鎖 沒有面對 連民間的學者 想看回文革 要回顧文革 要看回文革的毒害 全部被 中共打壓 如果不是香港還有自由的土地 是還有電視台、電台和很多的學者 把這個文革拿出來說的話 隨時已經沒有人再提 這是什麼民族、什麼國家 如果我們真的要面對歷史 去教年輕一代的 相當之好 所以在我的修訂案裡 我們最重要是將來如果歷史是成科的話 一定要根據事實 絕對不容許中國歷史科 成為一個政治工具 成為這個國民教育的變相版 說文解誌裡面說 史 既是者也 從 又從始終 終 正也 即是說 所有的歷史 是基於事實 不偏不矣 好了 我們的國家如何形容一些事實 除了文革之外 我們的六四事件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不會不記得 六四事件之後6月6日 當時 國務院研究主任 袁木先生說 港場沒有死人 死了23個學生 幾十年後 當日有人問問袁木 袁木當時你說這些 有沒有考證的 袁木就說我不是 當時其實 就是國務院總理 李鵬的辦公室 給了他一些資料 於是他又再說了出來 大話說三次 就想當真話 這個是什麼的國家 什麼的民族 剛才張國均議員 大力 鞭撻港獨 我覺得對的 我們一定要鞭撻港獨 不過原來港獨 的始祖 是我們 這個國家 是很推崇的 毛澤東 毛澤東 毛澤東在一九二零年的時候 是曾經提出 湖南省的獨立運動 簡稱雙獨 主張湖南應該脫離中國 宣布獨立自治的政治運動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當時 毛澤東和 彭王 等等在湖南的 活躍分子 就認為 當時的中國 由於 情況 沒有辦法 達到統一 各省各市都有 不同的人 在他們的地方 各居 所以 在當時 在一九一八年 湖南督軍 張敬堯在湖南 搶掠殺害了很多人之後 一九一九年 五四運動爆發了之後 毛澤東在湖南 聯合教育界和新聞界 發動了一個叫 驅張的運動 而在當年十月二日 長沙的學生和工人 就和毛澤東一起在各地 主張 一個湖南省的自治運動 不單止是這樣 其實當時這個 毛澤東發起的湖南獨立運動 是利用當時已經有了的 《大公報》 在《大公報》那裏 說 湖南作為中華民族 民國之自治省 希望 他直接連 自治憲法都寫了 自治憲法就說 湖南為中華民國的自治省 以現有土地為區域 省自治權屬於省民全體 寫得很清楚 每一樣東西有個歷史 但是歷史不能脫離事實 所以 當我們一定要將歷史成科的時候 一定要將 四九年的反右運動 文化大革命 四五天安門事件 六四事件 劉曉波 獲得 諾貝爾和平獎 烏坎村事件 和 香港人 和內地的關係 包括六七的暴動 七一的遊行 二零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普選的二零一六年 立法會產生的所謂八三一落集方案 和雨傘運動 必須要根據事實 一字不留是要告訴所有的學生 令他知道 一個國家的民族是一定要面對歷史和真真正正的歷史 而不是 用一些政治的手段 將歷史 扭成 從政 專權的政府是需要的一些所謂的歷史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歷史我們一定要讀 讀得清清楚楚 令到在 五九年到六一年死了的三千萬人 和在反右運動 失去生命的所有的中國人知道不可以重蹈覆辭 但是今天我們怎樣呢 我們看回歷史又好像倒回來了 自從毛澤東說了做核心之後 我們的習近平 總書記和國家主席 又開始要做核心 我們一聽到這些核心就很害怕 我們很希望 所有的香港人和中國人 都可以看回歷史 當然一定要看近代史 一定要看四九年前後 發生了什麼 一定要看 從四九年到現在的幾場的政治運動 一定要看清楚 當時 所謂的文化大革命 最初 是令到所有的年輕人 在中國總共有一千一百萬的紅衛兵 是怎樣被 誤導 成為一個政治打壓的工具 原來實質上 只是用來打擊政敵 令到劉少奇和林彪 是政治鬥爭中 是離開了政壇 甚至是被飛彈打了是死了 這個就是歷史 劉曉波在2008年 寫出的 為中國 希望新的 中國能夠有的 也都是獲得 這個諾貝爾 文學獎的 這個運動 我們一定要借今年 是 劉曉波入獄的六年 一定要說出來 我們每一次當讀 近代史的時候 我們見到是很多的 眼淚 流血 暴力 專權 這些都是每一個香港人 每一個中國人應該要認識的 如果文建聯或者張國坤議員認為這些是歷史的話 我們絕對 是覺得這些應該寫下去 令所有的 學童 都知道我們今天發生的甚麼事 為甚麼香港今天會走到這一步 為甚麼 有人要提出 是要獨立 可惜你說的可能是別的事 是希望共產黨寫出來的黨史 這個就是我們最不能認同 主席 一個地方一個國家不能夠 尊重歷史是沒有前途 所以我希望 無論在將來在我們中國歷史科入面 無論是在初中或者高中 是成科之後 所有這些 中華民族的 血淚史 由49年到現在 歷次的政治運動 在專權政府底下 不斷利用人民作為工具的歷史 能夠寫入歷史書入面 本人僅知陳志 謝謝